2023绝对的王炸衍生巨季 帝王计划怪兽遗产强势登场 首播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1% 本片将重点围绕神秘的帝王组织展开 而那些从没出现过的泰坦巨兽也会在影片里登场 由于故事线错综复杂 请一定要跟着我的解说细细品味 那么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华丽的视觉盛宴 你们看到吗? 就会留下一份他多年以来所调查的关于泰坦巨兽的资料 而就在视频刚录制到一半 突然兰达博士开始疯狂的逃跑 似乎是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在追他 这正是骷髅岛上的独有巨兽长腿母怪 眼看前方已经无路可逃 兰达博士急忙拿出了背包里的资料包 然后奋力扔进了大海 就在他抱着必死的信念迎接厄运时 只见一只巨大的岩石巨蟹站了起来 或许是感受到了地盘被入侵 大螃蟹迅速与大蜘蛛战斗下了一起 好在最终两只怪兽缠在一起坠入了大海 这才让兰达博士幸免于难 而劫后余生的兰达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扔在海里的背包飘向远方 时间来到2013年 在东京的某片海域 正在捕鱼的渔民将满满的渔货打捞在了船上面 而就在堆积的鱼里面 渔民发现了那个被兰达扔在海里的包裹 虽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但他很显然把其当作无用的东西扔在了一边 而接下来的故事将围绕这个包裹缓缓展开 随着画面一转 时间线来到了2015年 此时距离怪兽之王哥斯拉 袭击旧金山刚过去一年 一个名叫凯特的女人 因为父亲秦泽教授的不辞而别 便从旧金山之身来到东京寻找父亲 请我去这些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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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去这些专家 你一定不是很准备的 你一定是很准备的 大事 大事现在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根据线索 找到父亲的老宅时 却发现这里竟然有人居住 虽然并不认识对方 但奇怪的是 家里面供奉着父亲的遗像 也就是说 对方肯定认识自己的父亲 我不知道你父亲是 但这是我们的家庭 这是我父亲 然而当双方坐下来仔细一交流 凯特才发现 自己的父亲竟是个妥妥的渣男 原来他在旧金山成家之前 就已经在东京有了一个家 面前的男孩正是凯特 同父异母的哥哥建泰 得知这一切而无法接受的凯特 直接收拾了东西 准备返回美国 没想到 刚来到外面 就听到了巨大的警报声 随着他被慌乱的人群撞倒 赶出来的箭泰 赶紧拉起了他 接着不顾地上的行李 带着他和众人一起 躲进了避难所 随后建泰向凯特说明了缘由 原来东京常年饱受哥斯拉的摧残 人们早已在地下建立了避难所 一旦警报响起 也就预示着 哥斯拉即将登陆上岸 听到哥斯拉的凯特 记忆不由回到了一年前 当时在美国旧金山的跨海大桥上 他们不幸遇到了哥斯拉 那时的他还是一名老师 或许是因为军方的不间断攻击 导致哥斯拉被激怒后 开始对整个跨海大桥发泄愤怒 这也成了他一生中无法磨灭的阴影 随着警报的结束 众人再次来到了街道上 看情况 这一次哥斯拉并没有破坏城市 而本打算回旧金山的凯特 却突然被哥哥见太喊住 也想知道父亲当初为何不思而别 既然如此 不如一起去寻找真相 而且他的手里 有着父亲办公室的钥匙 抱着好奇 凯特答应了他 随后一起来到了秦泽教授的办公室 两人都对父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凯特记得当时哥斯拉袭击救青山后 他的父亲就马上离开了他和母亲 虽然事后新闻上报道 他乘速的那架飞机出了事 但凯特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 因为他感觉父亲的身份似乎很特殊 而依据自己对父亲的熟知 他直接一把撕开了眼前的地图 果然在后面露出了一个秘密保险箱 凯特先是测试了 包括父亲在内几个人的出生年月 但结果都不对 直到他将所有人的出生年份连在一起 才打开了保险箱 出乎意料的是 里面只有一个包裹 凯特急忙拿了出来 将东西倒在了桌子上 只见里面是些录像带等资料 而看看包裹上的图案 凯特的记忆再次回到了一年前 当时在跨海大桥上 他曾看到过一群身着同样图案衣物的神秘人员 不知道这个包裹和那些人有什么联系 这个包裹其实也就是兰达博士扔在海里的那个 不知道为何辗转之下落在了凯特父亲的手里 为了解开里面的秘密 电台找到了自己的好友黑妹 这是一个拥有天赋的黑客 也是各种老古董唱片机和录像机的收藏爱好者 对我来自然而言 贺美 你不想费美 对我来自然而言 在黑妹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打开了兰达博士所留的资料 殊不知 就在他们解开秘密的一瞬间 远在美国的帝王组织 马上就收到了警报 因为资料里被植入了帝王组织的识别码 所以他们很快就定位到 这份秘密资料出现在了东京 帝王组织里的其中一个负责人得知后 迅速安排人员前往东京 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资料拿到手 而不知情的凯特丧人 看着资料里的各种画面 也是被深深震撼到了 里面不仅有各种怪兽的详细介绍 还有一张记录了很多怪兽所在的卫星地图 而更令凯特震惊的是 其中一张照片里 竟然出现了他的奶奶三浦惠子 据说此人在他父亲很小时就不幸遇难了 而随着三浦惠子的出现 让我们把故事线聚集在1952年的菲律宾 因为美国军方侦察机 在原始丛林的海岸附近 侦测到了放射性同位素 于是一位名叫三浦惠子的日籍科学家 受邀请去调查 与之同行的是中尉肖尔 他负责保护以及秘密监视惠子的一举一动 准备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你應該是女兒嗎 你願意我開車嗎 為什麼 我會令你緊張嗎 OK then 很難得你感覺 你真的不想我來這裡 我將會完全離開 我將會失敗 好, double time 隨著倆人不斷地伸入原始森林 他們竟發現 這種放射性同位素 並非核彈爆炸所致 而是有規律地沿著叢林深處 不停地消失與移動 這很明顯有點不符合常理 無奈之下 倆人只能進行沿路排查 這天,惠子剛把檢測設備架設好 而就在這時 對面的樹林裡 突然傳來了一陣奇怪的聲響 惠子本想呼叫消耳中衛 卻沒想到 一轉頭 發現對方竟然不見了 與此同時 樹林裡的東西 突然加速向他衝了過來 原來是一個手拿攝像機的男人 男人急忙解釋 自己名叫威廉·蘭達 是一名退役的海軍 如今正在這片森林裡研究隱七生物 惠子指出了他口中的隱七生物根本不存在 蘭達沒有反駁 那是甚麼呢 真實 接下來 蘭達先是指出了他們追蹤的方向不對 隨後又表示 繼續按照設備探查的話 最終的結果也會一無所獲 蘭達繼續說道 山下有個傳說 那就是 住在山間的居民 曾看到過一條巨龍 在空中滑出一條火線 蘭達懷疑 有沒有可能這條火線 就是他們要找的離子輻射帶 聽到這裡 蕭爾中尉直接無語了 他才不相信甚麼狗屁神話故事 所以準備帶著惠子繼續探查 可沒想到 惠子卻突然邀請蘭達加入他們 這番舉動令蕭爾非常不滿 然而惠子態度的堅決卻讓他無可奈何 而隨著蕭爾的離去 惠子跟著蘭達的路線 繼續朝原始叢林走去 蘭達也邊走邊向他講述了 自己發現的某種奇怪規律 就這樣 一路不知道走了多久 突然眼前映入了一個巨大的山谷 那是甚麼 那是拉登 與此同時 正在返回的蕭爾突然停下了車 這似乎和蘭達口中神話故事裡 飛龍留下的火線非常像 或許是意識到了什麼 蕭爾突然掉頭開始返回 此時的倆人已經來到了船底下 蘭達已向惠子講述起了眼前軍艦的由來 他被命名為勞頓號 1943年在太平洋 遭不明生物襲擊沉沒大海 聽到這些的惠子直接產生了質疑 因為這裡距離太平洋有著8000多公里 這艘船是如何來到了這裡 蘭達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只能帶著惠子一起走了進去 船艙裡到處充滿了腐敗的氣息 奇怪的是 蘭達並沒有到處查看 而是直接朝著最裡面走了過去 似乎在找什麼東西 惠子加快腳步跟上來後 發現他打開了一個木箱子 而詭異的是 箱子上竟然寫著蘭達的名字 是 經過男人的講述才知道 原來他當初曾在這艘船上浮過翼 而且還是唯一倖存下來的那個人 在他的印象中 因為沉船太快 自己並沒有看清 襲擊的生物長什麼樣 雖然僥倖活了下來 但這些年 他無時無刻不再尋找 關於這些生物的蹤跡 什麼事 就在這時 一陣奇怪的吼叫聲突然傳了過來 感覺不對勁的倆人急忙朝著出口走去 沒想到 剛才還沒有出現的年夜 竟然流滿在了通道裡 顯然有什麼怪物來到了這裡 兩人只能劃一條路繼續尋找出路 不成想 就在這時 關鍵時刻 蕭爾中衛終於找了過來 在蕭爾的幫助下 兩人移開了蘭達身上的架子 然後迅速逃了出去 雖然有驚無險的避過了船身的碾壓 但劇烈的咆哮聲 卻讓他們一刻也不敢耽誤 如此巨大的怪獸直接顛覆了幾人的認知 他們一開始從來沒有見過 也不相信 世上居然會有這麼大的生物 殊不知 隨著他們的繼續深入 更多的怪獸將會逐一浮出水面 而他們也因此成為了緊密的夥伴 時間線再次來到2015年 因為凱特幾人解開了蘭達博士遺留的機密文件 帝王組織的人很快就找上了門 他們先是將黑妹的家翻了個底朝天 並沒有找到想要的東西後 又來到了劍太的家 而且不由分說 就讓劍太交出蘭達留下的資料 否則後果很嚴重 或許是意識到了危險 劍太的母親假裝勸解兒子交出東西 然後將一張張照片遞到了他的手裡 並使眼色讓他儘快逃離 在母親的掩護下 劍太承諾去房間裡拿 然後母親在外面拖住了倆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 當倆人意識到不對勁時 劍太早已消失不見 此時的他已經來到了街上 並準備和凱特黑妹會合 直接上面竟是年輕的肖兒 隨著幾個人的會合 經過商議 他們決定 儘快帶著父親留下的資料離開 可去哪裡卻成了問題 直到劍太拿出了母親給他的照片 就這樣 三個人根據線索 一路找到了已經年老的肖兒 就這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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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耀 救太亮明了身份後 蕭爾有些意外 他沒想到會見到故人的子孫 劍太本想說出關於蘭達留下的資料 蕭爾突然攔住了他 然后带着几人来到了外面叙旧 原来此时的他早已被帝王组织严密监视 在外面 肖尔讲述了当年发生的事 他们为了探究隐藏在世界各地未知生物的秘密 开始不断地寻找和探查 那一次 几个人在废弃的工厂里 竟然发现了上百枚奇特的蛋 看起来似乎是某种生物将这里当成了孵化室 为了研究和记录这种不明生物 以及收集足够的遗传物质 兰达和惠子提议下去看看 可作为军人的肖尔 却不提倡他们如此行事 因为下面的危险肯定无处不在 然而最终他还是没能瞒得过俩人 谁叫此事的兰达和惠子已经谈起了恋爱 站在同一条线上呢 为了安全起见 身为军人的肖尔 决定陪着惠子下去看看 两人利用绳索 很快就抵达了下面 而当惠子靠近其中一枚弹石 却看到里面的生物 似乎是某种昆虫 可还不等他仔细查看 肖尔突然踩裂了地面 随着连锁反应的触发 那诡异的生物也被突然惊动 而当第一个胚胎破裂 那可怖的巨型昆虫瞬间夺壳而出 惠子和肖尔及时抓住绳索 开始往上攀爬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这种惠子被扯了下去 三人本想就此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肖尔却想和他们一起调查 凯特父亲失踪的真相 他相信凯特父亲的失踪 一定和帝王组织脱不了关系 说着就一把剪掉了身上的追踪器 并随手扔进了河里 接着在60秒的预警倒计时来临前 老年肖尔带着几人 快速找到了健太的车 在帝王组织的工作人员赶来之前 肖尔带着他们逃离了这座疗养院 诡异器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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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凯特的父亲在旧金山与他分别后 最后显示搭乘的飞机在雪山上失联 所以想要找到凯特父亲失踪的真相 众人需要秘密返回美国 如今帝王组织的人 为了寻找兰达博士留下的机密文件 已经将所有机场的出入口严密监视了起来 不得已 肖尔只能带着他们悄悄走起了水路 而就在这艘巨大的货轮上 看着三部惠子曾经的照片 肖尔不由地再次讲起了他们三个之间的故事 那是在惠子还没有出世前 也就是1952年 菲律宾黑龙事件的两年后 因为发现了巨大的史前生物 肖尔已经从一名小小的中尉 一跃成为帝王计划的首席指挥官 他和三部惠子 以及兰达博士 开始秘密调查这些超级怪兽的由来 这天三人为了完成一场试验 直接邀请了军方的最高将领前来 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了一个巨大的仓库内 只见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脚印 将军还以为这是某个史前化石 可肖尔却告诉他 这是三个星期前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处雨林里发现的新鲜足迹 也就预示着 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怪兽正隐秘在人类身边 从未见过超级怪兽存在的将军有些震惊 而三人也趁热打铁 他们表示 要想把它引出来 就需要军方提供大约68公斤的油 要知道 这么多的油已经打到了一枚原子弹的量 将军不明白要油干什么 而且没有总统的批准 军方不可能擅自将这种核燃料随意地拿出来 于是几人便把他们这两年的调查发现 告诉给了将军 原来这种史前怪兽 会将核武器以及核辐射作为能量吸收到身体里 也就预示着 早晚有一天 他们会与人类手中的核武器爆发冲突 只有现在将它引出来 才能研究出和平共赢的方法 意识到了这一点 将军虽然没有现场答应 但承诺众人会马上向总统汇报此事 随着将军的离开 三人以为高层一定会答应下来 没想到这一等 竟然等了好几个月才有了最新消息 军方将在太平洋中西部的 比基尼环郊岛上进行试验 并邀请了三人前来参观 只不过另几人没有想到的是 军方提供的并不是核燃料 而是一颗小型的核弹 很明显 这是想一举消灭那个超级怪兽 这完全与三人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出入 他们只是想要追踪和研究这些怪兽的由来 可军方却是想要直接消灭这种潜在的危险 虽然肖尔上前理论了一番 但在最高指挥官的权力下 他也只能选择服从 就这样 无可奈何的三人静静地陪着军方 在海边又守了一段时间 可却丝毫没有看见怪兽的任何影子 就在将军怀疑怪兽到底是否真实存在时 突然声纳员收到了一阵奇怪的反应 紧接着 人们就发现大海中央 突然出现了一座缓缓升起的小山 而这正是被核弹吸引而来的哥斯拉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眼看小型核弹就要被引爆 三浦博士试图上前阻止 但却被追过去的肖尔 给死死按在了地上 那次事件过后 警方本以为已经消灭了这个怪兽 直到他再次出现 而且体积又大了不少 人们才明白 核弹不仅无法消灭他 还只会成为对方的能量补给 讲述完这些 肖尔几人已经通过水路 来到了韩国的某个港口 按照肖尔的描述 从这里中转去美国最安全 而且他还有个老朋友在这里 或许可以得到帮助 只不过众人没想到 一下船就被海关给拦住了去路 他们被当作可疑分子准备先监禁起来 肖尔想要理论 不成想其中一人直接给了他狠狠一下 原来肖尔口中的老朋友 就是眼前这个名叫抖号的男人 在他的帮助下 几人找到了一架私人飞机 并一路中转来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也就是凯特父亲失踪的那片雪山上 在这里搜索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新闻上追悔的那架飞机 看着满地的残骸 众人心中渐渐有个不好的猜测 或许凯特和健泰的父亲真的已经遇难了 然而就在他们走进飞机的驾驶室查看时 却发现这里只有驾驶员的尸体 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于是众人又赶紧在周围寻找了一圈 终于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发现了一个完好的帐篷 可等大家走进去后却发现 里面一个身影都没有 不过根据地图上的字迹可以确定 凯特和健泰的父亲还活着 那他到底去了哪呢 就在众人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时 外面的抖号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他突然感觉 眼前的飞机似乎并不是坠毁 而是被什么恐怖的怪物给撕碎了 意识到危险的他 一边呼喊众人逃跑 一边快速回到了飞机上 而就在他刚启动飞机 准备迎接众人时 眼看雪怪朝着众人咆哮而来 箭泰迅速拿出了信号枪 利用信号弹的掩护 成功转移了雪怪的注意 众人趁此机会 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冰洞里 借助冰洞的掩护 暂时避开了雪怪的攻击 与此同时 在美国西部的犹他州 一个名叫巴恩斯的女人 正在惬意地晒着太阳 他将这台老古董连接上新设备 结果却看到了一个无比诡异的读书 紧接着 巴恩斯便迅速将电话打给了帝王组织 原来他这里竟是帝王组织的47号前哨站 专门负责监测和收集有关怪兽的一切信息 随着他的上报 帝王组织里的高层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 巴恩斯告诉高层 他监测到了30爱赫兹级别的干嘛射线 本来这也没什么 但诡异的是 这种辐射在大幅度的激增 而辐射激增的现象 只会出现在脉冲星 以及外太空的特大质量黑洞 可他探测到的却是来自地球内部 重点是 在哥斯拉袭击旧金山的前夕 这种辐射也曾出现过 综合所述 这也就意味着 现在的某个地方 有一个泰坦级别的怪兽即将出现 此时躲避了冰霜雪怪的四人组来到了山顶上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远处那神奇的一幕 殊不知 这正是帝王组织监测到的辐射所在地 就在凯特和肖尔决定前去看看情况时 剑泰却提出了相反的建议 他之前在山坡的另一边 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帐篷 为防止遗漏寻找父亲的线索 剑泰决定自己先去那边看一看 分开前 肖尔叮嘱他 不管他们双方谁先遇到同类 都要向对方先求助 去帮助另一方 因为现在的他没有别人的帮助 很难离开这片雪山 就这样 双方踏上了相反的路程 然而走了一段时间后 凯特经发现 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当初被雪怪攻击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他们绕着这片区域走了很久后 又回到了原点 看出了凯特的迷茫和不解 肖尔解释 这可能与那些巨兽有关 他们或许改变了这片区域的磁场 此时黑妹已经因无法承受严寒倒在了地上 如果再不让她暖和起来 她可能会直接被冻死 不得已 三人只能暂时回到了凯特父亲曾驻扎的营帐里 并点燃了火堆帮助黑妹取暖 可这并非长久之际 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凯特的父亲 或者寻求其他人的帮助 而就在肖尔准备只身去附近勘察情况时 突然不远处一阵剧烈的响动引起了她的注意 看情况 似乎是那头雪怪又来了 肖尔急忙拉着凯特俩人跑出了营地 此时帝王组织根据巴恩斯的发现 开始讨论即将出现的怪兽 是否会像哥斯拉破坏旧金山大桥那样去攻击人类 为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伤亡 他们决定派遣一支小队前往调查详细的情况 另一边 剑泰在走了不知道多久后 终于抵达了他看到的那处营地 但这里也早已人去楼空 不过剑泰可以确定的是 他的父亲的确在这里铸留过 看着被遗弃的设备 剑泰尝试利用他们寻求支援 而营尔这边想要活着离开 就必须先摆脱掉雪怪的攻击 从刚才雪怪吸食火焰的场景来看 这家伙似乎很讨厌火光 于是营尔利用好友的尸体 准备制作一个爆炸物来赶跑对方 然而就在这时 一架直升机突然飞了过来 眼看唯一的救援希望也要被破坏 营尔只能提前点燃了爆炸物 随着一声爆炸 雪怪的注意迅速被火焰所吸引 而趁着这个机会 营尔和凯特俩人迅速朝着直升机跑去 吸食完火焰的雪怪健壮 再次开启了土盾 看来他通过父亲遗留的设备 成功呼叫到了支援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救援机成功将众人带到了父亲的城市 没想到来迎接他们的 竟然是帝王组织 帝王组织的目的是 找到当年威廉兰达遗留的机密文件 里面不仅记录了各种怪兽的资料 甚至还有这些神秘生物的隐藏地坐标 而文件辗转之下 落在了凯特等人的手里 然而在躲避追捕的路上 这些东西已经被箭汰扔进了大海 所以如今帝王组织就算抓到了他们几人 也无法得到那些遗留的机密文件 不得已 组织里的成员只能从唯一的电脑黑客黑妹那里寻找突破 只希望眼前这个女孩还有备份 但面对对方的询问 黑妹根本不发一言 于是组织成员告诉黑妹 他们已经查到了黑妹的真实身份 如果需要互相帮忙就得配合他们 接着帝王组织的一些领导 针对凯特这些人进行了讨论 如今就算囚禁他们 也什么都得不到 不如放他们离开 继续寻找凯特的父亲 说不定 他们的离开会给组织带来意外之喜 女领导表示了同意 但却否定了让老连肖尔随行的打算 就这样 凯特 黑妹和健太被放了出去 帝王组织甚至为了表现出 对他们不再追踪 还特意表演了一番 随着帝王组织的离开 三人真的以为对方放过了自己 为了继续寻找失踪的父亲 他们这一次 直接跟随凯特回到了旧金山 因为在哥斯拉和莫托的大战前 他的父亲曾在那块区域有个办公室 三人现在的想法是 进入父亲的办公室里碰碰运气 然而自从那片城区被破坏后 军方已经完全封锁了那里 之前想要进去根本不可能 不得已 凯特只能带着俩人 先回到了自己家 两人也在这里 见到了凯特的母亲 凯特将父亲的事告知给了母亲 虽然他失踪了 但也不能否认 这家伙是个妥妥的渣男 母亲得知后虽然也崩溃不已 不过为了寻找失踪的丈夫 他还是愿意帮助凯特几人前往被封锁的区域 因为凯特的母亲在联邦紧急事务所工作 有时候需要经常出入重灾区 所以通过他和同事的帮助 很容易就把凯特三人运了进去 接着在一个无人的角落 母亲叮嘱他们 里面有军方人员在到处巡逻 一旦碰上 严重的可能会被对方当场射杀 所以他希望几人小心戒备 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回这里集合 因为只有他的车子 才能把几人安全地运出去 告别母亲后 凯特几人踏上了寻找父亲办公室的道路 而到处被破坏的城市 也让凯特时不时地想起那段悲惨经历 就在三人偷偷地向着目的地前行时 另一边被囚禁的萧尔 此时竟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和惠子以及兰达之间的录像 往事就像潮水一样 席卷了这个老头的脑海 不久后 帝王组织的高层来到了这里 萧尔作为最初协助成立帝王组织的一员 算得上是女高层的前辈了 但如今帝王组织的所作所为 已经与最初成立的目的背道而驰 所以萧尔只能被关进了疗养院 女高层想知道 她为什么要逃出疗养院 以及威廉兰达留下的机密文件 到底是什么 萧尔没有回答 而是告诉众人 萧尔是同时�也感hando 了 sel长,广长 此时凯特三人经过一阵长途 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办公大楼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倒塌 于是几人偷偷溜了进去 并顺利地找到了父亲的办公室 只见房间里到处一片狼藉 然而在经过一阵搜索后 三人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直到凯特在地上找到了一幅卫星地图 看着上面卫星的弧形轨道 凯特有些不明白 这代表着什么 他试图从父亲之前遗留的资料里找到答案 但最终还是没能弄明白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健太看了看地图 突然又看了看身后的阳光 接着他想到了自己曾经制作的第一件艺术品 那是一个以投影为主题的产品 而他的父亲也曾参与过艺术品的制作 于是健太用一张纸 将父亲遗留资料里的坐标画了出来 然后让凯特俩人将卫星地图挂在墙上 接着健太把画好的纸贴在了玻璃上 借助早晨的阳光 被标记出来的点 很快就投影在卫星地图上 并成为了新的坐标 按照郑贤博的运行轨迹 凯特找到了规律 确定了父亲下一站可能在非洲 众人急忙返回 并与母亲会合 接着安全离开了重灾区 就在几人准备踏上非洲的路程时 黑妹却突然悄悄地来到角落 在帝王组织押送老年萧尔的路上 一辆车子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等守卫打开门 发现原来是组织里一个名叫桑吉拉的女人 被救下的萧尔有些不解她为何要这样做 桑吉拉表示 她的妹妹曾死在了怪兽制造的灾难里 而她加入帝王组织 就是希望悲剧不会重演 可如今帝王组织所做的一些事 与她所想完全不同 她和一些抱有同样想法的人 决定选择萧尔当带头人 或许只有萧尔才能带领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虽然不知道桑吉拉说的是真是假 但萧尔起码可以暂时摆脱困境 与凯特几人会合 时间线来到1954年 环郊岛上的那次核爆开始说起 人类面对哥斯拉直接选择动用核弹 随着一阵蘑菇云升腾而上 哥斯拉就此消失不见 以为解决了怪兽的军方举办了一场歌舞会 而负责帝王计划的萧尔深受将军们的赞扬 因为他和三浦惠子以及威廉兰达的调查结果 军方才能提前将威胁扼杀于摇篮 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 与萧尔三人最初的设想有些背道而驰 尤其是三浦博士 非常抗拒与怪兽直接开战 可想要继续参与帝王计划 也只能服从军方的安排 威廉兰达在萧尔的帮助下 也加入了帝王组织 然而此时的帝王组织不仅人员很少 就连资金也很是紧张 而想要获得大量的资源支持 那就必须找寻更多怪兽存在的证据 1955年的这天 兰达告诉俩人 有人在波照监导 监测到了辐射激增的现象 而类似的同位素信号 曾在菲律宾出现过 也是那一次 他们在破旧的劳顿号上 遇到了怪兽黑龙 为了确认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怪兽 惠子和兰达当即决定前去调查 不过萧尔因为几天后 要为委员会演讲无法抽身 只能希望俩人万事顺利 兰达和惠子来到了波照监导 在这里 他们见到了 发现辐射激增的林木博士 林木博士打造了一个 伽马辐射模拟器 并准备利用这个设备 以那个不明生物出来 相互介绍了一番后 在惠子俩人的帮助下 他们将圆球放在了湖中间 并启动了它 对于喜欢辐射的怪兽来说 这种情况类似于钓鱼 也不知道湖面下的那条鱼 究竟有多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在三人静等怪兽出现时 忙碌完的萧尔 突然从美国连夜赶了过来 看到后的兰达很是开心 他热情地将林木博士 介绍给了萧尔 却不想 惠子看到他的到来 表情似乎有些奇怪 时间线跳回到2015年 与凯特几人会合的萧尔 带着他们一路来到了 阿尔吉尼亚沙漠 根据地图上的标识 凯特父亲的第三站 就在前方不远处 就在前面两人边开车边聊时 黑妹突然询问自己 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桑吉拉表示计划有变 但之前承诺给黑妹的 她一定会旅行 前提是 这一次他们都能平安地从沙漠回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众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经过一番寻找后 没想到真的在这里 找到了凯特和健太的父亲 此时的他正带着一颗类似于 伽玛辐射模拟器的东西 等待着什么 看到父亲平安地活着 凯特和健太兴奋地开始大声地呼喊 对方也很快察觉到了他们的声音 不成想 当萧尔拿出望远镜查看时 却发现凯特父亲似乎正在让他们快离开 时间线再次回到1955年 惠子之所以对萧尔的到来有些生气 那是因为 此时的他们正处于恋爱期 或许是日后的理念不同 造成了俩人关系的紧张 也为事后 惠子嫁给兰达埋下了伏笔 惠子以为萧尔的到来是有着别的目的 而萧尔却表示 只是为了看看他 就在两人争论时 突然湖中的伽马辐射模拟器沉入了水里 时间线来到2015年 看到凯特父亲准备逃离的动作 众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就在他们准备返回车上时 帝王组织的直升机突然来到了这里 可还不等飞机上的人高兴 好 等等 快跑 撿开 虽然不知道来自深海的他 为何要将自己埋于山石下 哥斯拉似乎并不想搭理这群蚂蚁 而随着他的消失 老年萧尔决定继续追踪哥斯拉的去向 目的似乎与他曾经的经历有关 而这却与凯特几人产生了分歧 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父亲 所以双方最终决定在此分道扬镳 眼睁睁地看着萧尔和桑吉拉驾车离开 凯特三人也踏上了继续寻找父亲的道路 随着镜头一转 时间线回到1955年 得知哥斯拉还没有死的萧尔 准备将消息告知给军方高层 但却遭到了惠子的阻止 他不希望军方再用更厉害的武器 去攻击哥斯拉 但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身为军人的萧尔 没想到 就在三人回到帝王组织的总部时 却发现这里竟站满了人 其中一个军官告诉他们 因为萧尔的不告而别 这里的指挥权以及一切 以后将由他们海军接管 原来萧尔这次前往波照尖岛 竟然真的只是为了见惠子 回到2015年 凯特几人也不知道要走多久 才能追上自己的父亲 话说回来 黑妹似乎不想再隐瞒众人 于是便将自己与帝王组织 偷偷联系的事讲了出来 原来几年前 他得罪了一些人 不得已 只能隐姓埋名 来到东京生活 他现有的名字 包括一切都是编造的 可没想到 帝王组织却查到了 他的真实身份 承诺只要他暗中透露众人的去向 就帮他摆平一切 回到自己的老家 所以他为了回家 只能出卖众人 但现在帝王组织 或许已经无法兑现承诺 他希望俩人能原谅自己 不承想 凯特听完后扭头就走 显然 他并不打算原谅 另一边在帝王组织的 47号前哨站 监测到阿拉斯加州的列谷里 出现辐射激增的现象后 他们便马上找到了具体的位置 随后 帝王组织便在列谷的附近 成立了88号前哨站 以此监测这种不明同位素爆表的原因 当初哥斯拉袭击救星山后 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 列谷中即将苏醒一种 极具攻击性的泰坦巨兽 或许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可此时的帝王组织却只是监测 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措施 好在组织里 还有些别的成员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消灭怪兽 避免怪兽再次围惑人间 比如身居药卫的桑吉拉 他的妹妹桑德拉 死在了怪兽所制造的灾难里 之所以加入帝王组织 就是为了报仇血恨 没想到现在组织 却追着几个小孩不放 不得已 桑吉拉只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成员 选择背叛 并推举老年萧尔为新的小队首领 如今这群人在萧尔的带领下 直接应闯了88号前哨战 准备拿下这里后 再去猎谷中与怪兽开战 萧尔告诉众人 接下来这里将由他们接管 不久后 整个基地会被封锁 在封锁之前 萧尔给了工作人员两个选择 是抱着世界依旧美好的想法离开这里 二是留下来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就在萧尔讲话的同时 这一切全都被从卫生间归来的巴恩斯所看见 他就是那个监测到辐射激增现象的 47号前哨战成员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他 迅速逃到了外面 将情况汇报给了总部 与此同时 另一边 上级里因哥斯拉苏醒而坠毁的直升机附近 帝王组织里的大胡子 竟侥幸活了下来 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附近的机场 不省想却在这里遇到了凯特 只不过凯特看见他后似乎无比愤怒 原来在不久之前 卫生间里的黑妹突然发现 两个黑衣人闯进了这里 当凯特前来寻找时 地上只剩下了他的衣物 误以为黑妹被帝王组织给掳走的凯特 正巧看见了幸免于难的大胡子 所以才如此质问 冷静后的大胡子解释 现在的帝王组织内部已经出现了矛盾 有致力于研究和追踪怪兽的 也有致力于直接消灭怪兽的 而凯特和健太的祖父母 几级父亲便是第一类 听到此话的凯特突然说到 如果只是研究 那为什么自己的父亲 会启动某种机器来唤醒哥斯拉 凯特的话让大胡子也有些懵 虽然来之后 他并没有看到凯特的父亲 但他曾和凯特的父亲做过同事 他知道这个男人 一心想要阻止哥斯拉事件的再次发生 所以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唤醒哥斯拉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有更大的灾难即将发生 大胡子希望俩人找父亲时能带上自己 但凯特却坚持先找到黑妹再说 于是大胡子急忙向组织打了一通电话询问 不成想 组织的高层却表示 绑走黑妹的并不是他们 不得已 大胡子只能请求高层帮忙寻找黑妹 接着便把凯特父亲的情况说给了领导 他怀疑凯特父亲应该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 所以才不停地唤醒沉睡的哥斯拉 挂断电话后 大胡子把情况告知给了两人 希望在找到黑妹后 凯特和健泰能带上他一起 去寻找两人的父亲 随后又把帝王组织调查的黑妹资料说了出来 原来黑妹的本名叫做科拉 曾在一个叫华尔特的科技公司工作 后来因发现公司机密而被迫隐瞒身份 他怀疑是这家公司掳走了黑妹 大胡子的怀疑没错 此时的黑妹的确被这家科技公司给带了回来 原来当初黑妹是因为发现了公司拿动物做研究的事 导致这项投资了几十亿的项目搁浅 才因此跑的路 如今科技公司的领导竟看上了哥斯拉这种泰坦巨兽 他们想研究什么样的神经系统能驱动如此庞大的怪兽 而黑妹作为凯特几人的伙伴 又与帝王组织的人有过联系 所以领导想让黑妹继续跟着凯特等人 找到怪兽后再通知他们 也就是继续做卧底 只有这样 这家科技公司才会对黑妹之前做过的事既往不咎 另一边 肖尔等人带着大量的武器弹药 来到了阿拉斯加州的列谷附近 这一次 他决定一劳永逸地干掉即将出现的怪兽 随着他的指挥 一枚导弹首先被引爆 不成想 爆炸声却将地底的冰霜雪怪给引了出来 随着剧烈的爆炸 峡谷内的能量也被牵引 一瞬间发生了更剧烈的爆炸 当一切恢复平静后 干马射线也随之消失了 让我们把时间线再回到1955年 因为肖尔的扎尼职守 帝王计划的负责权 被海军的一个高官给替代了 而且由于答应了三浦惠子 肖尔也没有把哥斯拉依旧存活的消息 报告给高层 所以在军方动用核弹炸了哥斯拉之后 他们就认为 核武器完全可以解决这些超级怪兽 加上近几年惠子三人 并没有找到别的怪兽存在的证据 所以海军高官训斥几人 现在就是在浪费时间 甚至怀疑 他们利用怪兽存在的消息 骗取国家资源 可以想象 一直尽心尽责的肖尔等人 该有多么的憋屈 随着高官说起 三浦惠子这个外来人 再也忍受不了的威廉兰达 直接动起了手 也从这件事之后 肖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长此以往下去 他们三人肯定会被彻底孤立 现唯有将哥斯拉依旧存活的消息 告知给将军 让军方知道就连威力强大的核弹也杀不死他 几人才能继续受到重视 可肖尔的想法 却与惠子的想法产生了矛盾 惠子认为 军方一旦知晓哥斯拉还活着 肯定会继续动用更厉害的武器来打击 他并不想和怪兽开战 因为这与他们最初成立帝王组织的动机 有些背道而驰 不得已 肖尔只能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他让惠子和兰达去整理 近几年的所有调查资料 然后全部呈给最高将领 只有让对方知道 他们并非浪费资源 才能保证组织的继续运行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兰达和惠子开始整理详细的资料 而这些东西 也将成为帝王组织日后的机密遗产 也就是在这期间 两人在日久相处的过程中确定了关系 肖尔为了再次成为帝王计划的负责人 他在将资料呈上去的同时 也说出了哥斯拉依旧存活的秘密 由于事先曾答应过惠子不讲出来 但他明白 只有让军方知道怪兽的可怕 才能作为条件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诚如他的推测 将军在知道核弹无法解决哥斯拉后 再次任命他为帝王计划的负责人 并保证了惠子和兰达两位博士 在帝王组织的权威地位 时间回到2015年 在哈萨克斯坦的某个废弃的工厂 由老年肖尔带领的小队来到了这里 原来这就是当年惠子遇险的工厂 但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或许只有肖尔知道 而且根据时间线推断 1952年的肖尔是36岁左右 如今2015年的他 明明已经百岁高龄 却并没有出现过度的衰老 这一切或许都与曾经的经历有关 自从凯特几人和帝王组织达成协议 找到了黑妹 他们便开始继续寻找失踪的父亲 不成想 在帝王组织的档案是 凯特发现了一份 关于中年肖尔提交的报告 上面指出了三浦惠子遇险的时间和地点 以及失踪后被判定死亡的推断 众人继续讨论 随即判定 凯特的父亲应该也去了那里 于是在帝王组织的帮助下 他们也来到了那个废弃的工厂 集团 过来 不 众人拿着手电一路朝里面排查 就在这时大胡子脚下突然传来一阵脆响 等黑妹仔细查看后 发现只是动物的躯壳 接着他们便看到周围爬满了这种躯壳 虽然都是空的 但众人也意识到了危险 因为这种类似昆虫的东西一旦褪皮 就意味着表皮无法适应身体的增长 他们可能会长得越来越大 知道了前方随时有危险 但众人还是一致决定继续前行 不久后 他们来到了一处比较空旷的地方 只见在这里的中心区域 赫然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坑洞 与此同时 大胡子等人竟在附近发现了不少炸弹 还不等他们排雷 桑吉拉带着反派小队突然出现 人数的不足让凯特几人陷入了被动 好在这里目前由萧尔掌控 没有他的指令 小队并不会对几人下手 萧尔将凯特单独叫到了里面 在这里他告诉了凯特一个秘密 那就是他发现了在地底下 还存在着一个不属于人类的世界 他也和三浦惠子以及威廉南达曾侥幸进去过 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地心世界的神奇远非想象 萧尔之前身体的状态就足以证明 但里面的恐怖也同样让人毛骨悚然 说出来恐怕没人会相信 老年萧尔表示 他现在做的并不是针对哥斯拉 而是整个地心世界 他要把地心通往地面的每个通道都封起来 否则一旦里面的东西大批量出事 对于人类那就是灭顶之灾 而且更重要的是 提出这种方案的正是三浦惠子博士 不知道是不是地心世界的出现 改变了他的想法 但总之保护他一开始就是自己的职责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也只是在惠子遇险后完成他的遗愿而已 随着萧尔下达了引爆的指令 众人迅速开始撤退 不成想关键时刻 一只类似于昆虫的怪兽突然爬了上来 两人也因此掉了下去 本剧到此就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目前只更新到第八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